山湖在台灣唯一的棲息土地 這個地方其實有三分之一的種類 台灣所有的山湖的種類 有這裡就有三分之一 是生物多樣性非常高的地方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根據研究 其實這個地方 以前就是一個海龜上岸殘暖的沙灘 所以這個岸子如果開在這邊 飯店真的蓋下去之外 這個東西啊 不管是海龜或者是山湖 其實都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再來其實就是 台灣其實有68條景觀道路 重要的景觀道路 那現在的海岸法 正在寫細則的海岸法 其實就已經明定說 把景觀道路的周圍 左右兩邊一公里的範圍內 之後會化成重要的海岸景觀區 這樣的地方 其實它的景觀 它的生態 它的環境是需要被保護的 那我們海岸法 也正在演你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在質疑說 其實在現在海岸法的細則 準備要出來之前 環保署又要去做這個審查 其實如果假設今天真的通過了 它就會蓋下去了 那其實這個地方過不久 海岸法細則公告之後 它就會在一個重要的保護區裡面 那這兩個東西之間的禁合 很奇怪 它其實邏輯上是很奇怪的 兩個行政機關之間 營建署和環保署之間 他們其實並沒有去做一個很好的協調 去討論這樣子的事情 如果環保署准了這個案子 蓋下去之後 但是海岸法之後又要限制這裡的一個 土地的一個開發 跟飯店的蓋下去 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是非常矛盾的 再來就是 其實這裡一直有一個爭議 就是它位在一個立即混同城上 這個地方的地質是非常不穩定的 也不適合蓋一個大量體的建築物 這個是我們這邊主要在說明的這個部分 最後最後就是現在其實 大家都開始有一個觀念 就是要去保存遺址 我們整個東海岸裡面有非常非常多 以前死前時代的一些遺址 包括這個三元中壹臺獨家村的 預定地上就有一個三元遺址 這個也是我們歷經所有的 每一次的審查 我們都不斷在跟委員反映的 但是到現在其實這些問題 都並沒有得到解決 那現在又要審查 其實這是我們非常有意見的地方 謝謝